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8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在东京与英国外交大臣拉布 举行战略对话 双方就英国脱欧之后 力争尽早启动新的经济协定谈判 达成一致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 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形成新贸易关系的时机已到来 英国非常重视日本企业的投资 拉布表示 双方将在春季之前 开始新的贸易谈判 据报道 双方在此次会谈中 再次确认将在安全保障等 所有领域加强合作 并商定将协调日程 尽快举行双方外长防长 及2加2磋商